光复乡开巴朗和马太安部落农民 从十多年前开始投入平地金针的栽种管理 但是因为气候异常 近几年来部落农民是备受挑战 今年平地金针已经进入了产季 部分田区生长的情况良好 但有些则是不一样 致使农民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农会也在23号逐一的巡视了解 进一步了解平地金针最新的产销概况 不论是在办公室内向农会指导员反应 还是实际到金针田里查看了解 这种平地金针的部落农民都一样 正苦恼着金针没涨花的问题 近三年不知道是气候的关系 还是我们在处理上 对管理的问题 是不是有疏伤有问题 我们是不晓得了 那可能都是在气候的关系 而造成影响不开花 金针農可以说没有饭吃了 希望政府也要想办法来补助 现在有武汉金针也跟着武汉 产量不要说产量 几乎都是不开花 面对金针不涨花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带领推广部主任以及农事指导员 亲自到各个平地金针田区巡视 进一步了解最新的产销情况 实际看到没涨花的金针田区 然而却也有农民的平地金针田 是满满的金针花 因为我每一次都失败 失败过 我一直研究 还是体会 是要怎么再去照顾它 才会长花 这个是我很大的包袱 所以这次成功了 所以应该也会是一个丰鬆 同样是在广府乡内 部分田缺了金针生长情况良好 但有的则反之 一样的产季 农民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农会也逐一线刊 访试农民 除了天候 农会进一步指出 田间栽培管理的差异也是关键 也将协助部分农民解决问题 刚刚我们经过早上的 我们的现场勘察 可能跟栽培技术有关系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会举办 我们的金针的栽培管理的奖席会 到时候我们会再通知 我们辖区所属的金针 来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 技能的提高 希望其期待能够增加他们的产量 增加他们的收益 十多年前 光复乡泰巴朗与马太安部落农民 开始投入平地金针的栽培管理 在农会的补导下 目前栽培面积有将近20公顷 近几年来 多数受到气候异常影响而受灾 现在平地金针开始进入产季 农会表示平均市场收购价格 与去年相去不远 记者时宇栏光复采访报道 下一条 第一条 。 五条